我是蕭嘉怡 是在2006年 在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畢業的 當時我們讀了四年新聞系 學習了好像記者一樣 有一個很強的觀察力和動識能力 掌握了先機 也學習了一些回介實務的工作 以及如何面對做一些公關的工作 其實記得我們在Year 3 會收到平年媒介實務的課程 我們充當了記者學識 會出一個珠海的學生報 我們出去到處採訪 發覺社區內很多人士 不同的階層都需要幫忙 他們好像很無力 需要別人幫忙的時候 透過我們一些文字去表達 為什麼會這麼不公平呢 其實就是透過我們日常讀的報紙 甚至乎是我們教授的講解 以及出去外面的通過我們實踐 去做一些採訪的時候 就明白到這個世界 其實很多東西是我們想不到的 觸發到我 不如入社區做一個社區主任 甚至乎現在就做了區議員 很多時候同學會說 做記者或者做導演編導 但其實我覺得出路不是那麼窄 可以是很廣闊 就像我這樣 在做區議員 甚至乎可以做一些社區主任 各界層各個工作都可以適合 因為可以運入到他們的 在這裡學到的不同的技巧 可以發揮他們的所長 在做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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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區議員 地區議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